咳咳 哈嘍 大家晚安 阿原阿华晚安 謝謝阿华送我清新儲值 哈嘍楊潔晚安 小白你好 哈嘍小白阿华阿原晚安 牛排你好 QK男子你好 瘋你好 你好大隻 品涵今天走一個粉紅色系 怎麼樣 我今天穿粉紅色衣服 好久沒有穿粉紅色衣服 然後我帶卡比出來露露臉了 因為我今天早上分享疙瘩的時候 剛好看到就是那個IG他現實狀態 不是會有那個動動圖的那個嗎 然後動動圖那個我就看到他今天熱門的貼圖 那邊有卡比的圖案很可愛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歌單就加了卡比的貼圖 整個超粉紅 這不是MV那套 這是我自己的衣服 很素的一件粉紅色衣服 好久沒穿它了 口紅讚謝謝你 感覺這個顏色比較秋冬一點 而且跟我的指甲顏色很搭耶 這顏色跟我指甲顏色好搭喔 好久沒帶卡比出來露露臉 哈囉 他來跟大家say hi囉 今天他好粉紅 我想說他可以當我的靠枕 然後我被痠的時候也可以墊在我後面 當靠枕 只是他太胖了我會變得很前面 離鏡頭 可愛的卡比 還好我那時候有夾他回來 他真的好可愛喔 我覺得日本的夾娃娃機 夾娃娃機的那個 玩偶的質量蠻很好耶 這樣會不會直接睡 不會啦 我今天不會睡著 應該不會吧 你們覺得我今天會睡著嗎 應該是不會啊 我會不會這樣抱著然後就 就這樣睡著了 會不會太可愛嗎 順眼平寒 呵呵呵 輕皮可愛 堵都有娃娃 他超級無敵巨大的 胖胖 可是他每天都在我的床上陪我睡覺喔 他都在我的腳邊 呵呵 而且我跟你們說我的那個 欸我來放個音樂好了 蹭一下背景音樂 謝謝元中 哈囉元中你好 我來放一下今天的歌單好不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歌單 謝謝大家這週投稿給我主題是 余品涵的片耳歌單 謝謝變成新鮮你們的清新苦之 那我放一下歌單喔 大家也可以聽一下 對我要跟你們說放在腳邊的故事 大家有聽歌單了嗎 這次歌也很多 因為大家推薦我很多歌 謝謝你們 等一下會跟大家聊聊歌單 然後來聊聊胖胖卡比 就是 因為我的床裡 牆壁中間有一個 空隙嗎 品還在口紅 怎麼了 跟平常不一樣 這週歌去喝破季了 郭達你好 草莓醬你好 謝謝二號送我藍色藝人棒 雙葉你好 謝謝桃花哥 謝謝桃花哥 謝謝烏暗哥 我偷偷喜歡你 因為我的床跟牆壁有一個空隙 口紅衣服很美嗎 謝謝 偷偷送 送 這一紋 就是它有一個空隙 然後 因為它放在我腳邊 我不是睡覺的時候 都會亂斑嗎 就是 踢來踢去的 所以我 有時候我比較小隻一點的娃娃 會掉到那個灰塵深淵裡面 我就會 就是 早上起床發現 娃娃不在床上 就很緊張 因為它掉到灰塵深淵 所以就會很髒很髒 就要拿起來拍一拍 或是 洗一洗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比較小 這娃娃會掉下去 但是我跟你們說 因為 卡比她胖胖 她是我的 胖胖娃娃 你看她們看有多胖 她可以佔滿整個鏡頭 她 她因為胖胖 所以她每次剛好都卡在那個 空隙中間 她每次都卡在我的床跟牆壁中間 她掉不下去 因為她夠胖 所以我覺得她很棒 她有撐住 她有靠意志力撐住 她每次都會卡在那個 縫縫中間 掉不下去 所以我現在學聰明了 堵住那個風氣 對我現在學聰明了 哈哈哈哈 晚安 對這首歌是 One Direction的One Thing 反正是 也要胖胖才棒 口紅顏色旦旦 謝謝你 比較抽農的 就是 對我現在都拿她來擋縫隙 我現在都把它放在 離縫隙最近的那邊 就是 譬如說我床不是長這樣子嗎 然後假如這邊是縫隙 我就會把它放在最旁邊 然後這邊放小隻的娃娃 呵呵呵 靠身材撐住嗎 所以哈囉又是冰城 柏翰你好 原來她不是靠意志力 是她吃了胖胖 我就把它 放在最旁邊 這樣我其他 小隻的玩偶 就不會掉下去 它都會卡住 卡比呢 歐西里 她的歐西里 李里安你好 謝謝牛排的掌聲鼓勵 有多少 我很多娃娃都掉下去過 對今天找一個粉紅色系 卡位 卡位擔當 呵呵 我為她吃什麼 吃 吃什麼啊 吃我的睡顏 這隻卡比真的大又軟 這次在日本夾到 好像兩三次就夾到 它應該是 那種放送的台吧 機台就是很容易就夾到 我們一連夾了三隻回來 吃飛文長大 接上豪華的真情告白 也去吃卡愛長大 大家覺得我今天要綁著頭綁嗎 今天好像可以綁著頭綁 要綁什麼 我綁側的辮子綁得起來嗎 試試看 結果平安會不會自己才不會了 欸我有 我的那個床還有一隻很特別的王偶 想要介紹 是一隻 OPEN長的大趴趴 它好像是我小時候 不知道幾歲 十三啊 或是十四十五歲左右 那個爸爸媽媽送我的那個生日禮物 因為我之前不是提過我們家 以前是開便利商店嗎 所以就 就買了那個OPEN長的大趴趴 也是很大的趴趴 就是送給我當社會 我一直把它放在床邊 一直放在我枕頭旁邊 呵呵 我下次可以拿給大家看 這是我 唯二兩隻很大隻的王偶 想說我沒有拿過 下次給大家看 我很喜歡這種大隻的 很好抱 大家是不是很想當卡比 今天好放鬆 今天好放鬆 半睡玩偶 以後直播一次 其實我床上 我小時候床上放很多娃娃 謝謝玉安放我麥克風 謝謝玉安 我小時候的時候床上放差點多娃娃 但是對 抱著還有安全感 呵呵 卡比一下要塞皮 還好 小牛過了有30年 也是蠻厲害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有塵蠻過敏 所以我後來長大後 就不放這麼多娃娃在床上 我就放幾隻 我比較喜歡大隻一點的娃娃 我現在床上應該是有OPEN這樣的大趴趴 然後 喔 我知道Live like a趴趴趴趴趴 我知道那系列很可愛 在日本夾娃娃娃機裡面是不是 我有看RyuTV他們夾 我現在床上有那個OPEN講大趴趴 星星人中送我骰骰子 小紅花板 大河 祈願燕 然後 還有卡比 還有 還有那個 小媽媽過 還有 還有什麼 喔還有衣服 然後還有那個 你們知道 Joffy的好朋友嗎 屎帶拉 就是那隻兔子 但是我現在的同學 美美同學 小美美嗎 我有跟你們介紹過嗎 平常幫我開道的那位同學 他去 前年送我的生日禮物吧 屎帶拉 大隻的 還有 還有我小時候 爸爸公 那個 便利商店的人工送我的 泰迪雀 也是大隻的 對 美美同學 大概是這幾隻 比較重要一點的玩偶 只是 他們有時候小隻的 就是每次都會被我踢下床 就會掉到灰塵深淵 而且我還會不敢撿 因為 那邊太多灰塵了 是不是 好 我堅持到吧 還有我有 一個小貝 小貝貝 大家有小貝貝嗎 你們知道 小貝貝 應該有 雖然也有吧 就是 很小時候 然後就一直抱著的被子 我有幹嘛介紹過嗎 我不能沒有他呀 呵呵呵 床上是卡納特拉時代拉卡比 小貝貝 呵呵 我還 我每天晚上都會抱著他 客體 對 客體那一條 呵呵呵 把船放一半給泡泡自己睡腳 撥一腳 呵呵 出國不會帶呀 因為我是喜歡那個被子的味道 但是出國放行一下的話 他味道就會變 所以我出國就不會帶那個 小貝貝 因為他味道會變 所以 就不會帶出國 他變味道就不是我喜歡的 這是我以前直播的時候 常常唱的歌 大家還記得嗎 他生氣的時候會 眨眼睛 想揚娃娃的表情 他耳朵戴著衣服 在身體 我覺得他今天可以綁個頭髮耶 綁個側辮子怎麼樣 好他很久沒綁了 我試試看 他也會覺得 有成功嗎 我隨便綁綁 謝謝阿華的看好你 來看好我 他還會選擇 他愛和綁綁 他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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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辦法再綁下來 可愛 雨你好看 喜歡這髮型僅次於低雙馬尾 真的嗎 謝謝小白色王 謝謝櫻桃貓的馬國 謝謝阿華的登庭告巴 謝謝果凍9號的 看好李翁 謝謝 娘龍 謝謝小白跟頻道巴 這太隨便嗎 今天跟平常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以後直播都帶著卡比好了 我覺得他很好泡 就是這邊可以不會空空的 對 這裡演唱會 對 這裡演唱會還有14天 簡單秘密 這髮型看起來很乖 隨便都好看 認真假的 好啊好啊這太說法了 謝謝圈品 你贏送我LOVE 我的兩個蟑螂書超級長 我們都稱他為蟑螂書 偶像必備蟑螂書 戴卡比直播色調不一樣啊 因為他粉紅色反光 而且你們有發現我今天妝哪裡不一樣嗎 除了口紅之外 除了口紅之外有沒有覺得我今天的妝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你們應該看不出來 我的直播應該看不出來 老張頻道說腮紅 你太厲害了吧 怎麼這麼厲害 不過有其他髮型更有驚喜感 這首也是我喜歡的歌 叫做冷冷聖誕節 推突然變了 倒是小鼠們都微微緊了 好久沒在直播唱歌 變得又急了 喜歡嗎大家 對我今天腮紅不一樣 我昨天買了新的腮紅 但是我應該要今天買的 今天有打折 可惡 因為昨天補班好像 通常不是假日會打折 結果昨天補班好像不算假日 所以就沒有打折 我應該今天去買了 謝謝圓中的清新除菊 Merry Merry Christmas 你是不是一個人 你像在外思念著 摸摸摸摸摸摸 對啊我買錯天了 我的新發紅 比較偏橘紅一點 比較橘紅吧 之前的好像比較粉 這比較橘一點 摸摸摸摸摸摸摸 摸摸摸摸 摸摸摸 這首好適合烏克麗麗喔 這首好適合烏克麗麗喔 喔喔喔 今夜的雞腿怎麼熟了 在那一堂棟樹 成片當河 絕地為你們稍微學一下化妝 哈囉你是女飯嗎 可以學化妝阿 我覺得化妝蠻好玩的 雖然每次早起化妝覺得好累喔 怎麼這麼早起好麻煩 卸妝也好麻煩 但是每次化完妝之後 就會覺得 真可愛 真好看 就是蠻喜歡化妝的過程 就是看自己變好看的過程 真的蠻喜歡化妝的 而且我每次灌化妝品都很開心 我真的每次灌化妝品 女生灌化妝品 指甲都會很開心耶 然後買新的東西也會很開心 就是哇新的顏色新的東西這樣 新的顏色新的東西這樣 打個底就好看 真的真的好可愛 朱莉安妮行買東西很開心 對啊買東西很開心 對我每次買來買去都是差不多顏色 好期待 有點期待聖誕節 我聖誕節的時候再來唱這首給我聽 挑個眼睛 女生四色都一條一條 四色 謝謝朱莉安妮 謝謝朱莉安妮 清新圖籠 可愛變 極可愛的過程 我最近有點想要配一個好看的眼鏡 就是去學校不想戴影眼的話可以戴 Ferry Christmas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 對我會不會太早期待聖誕節了 感覺今年的聖誕節會很開心耶 我已經先遇上到了 謝謝人中的星星相應 謝謝人中 我以後去學校有點想戴眼鏡 不想戴贏眼的 所以我要上次配好看的眼睛 我之前握手畫的時候 雨林不是有戴一個假眼鏡嗎 然後我有跟她在修習世界來拍照 我之後會分享照片 他們說我戴眼鏡好像也蠻OK的 就是偶爾可以戴一下眼鏡 喜歡看可愛的副眼 副補眼鏡 副補眼鏡 近視幾度 100跟175 但是我覺得應該有變身 謝謝老張頻道的PS2 看著 眼鏡還還沒看過嗎 長這樣 變身 比方的晚餐吃什麼 猜猜看啊 好久沒有猜晚餐了 今天是普通的東西 不好猜但是算蠻普通的東西 這試差 對啊我之前第一次戴銀眼的時候 然後被我的視差給嚇到 因為我之前第一次戴銀眼 然後我好像 因為我不知道我銀眼到底要戴什麼度數 所以因為她銀眼不都是什麼 5度5度跳嗎 就是從100起跳嗎 然後每5度每5度會有 還是每10度 5度不還要記得 然後就不知道我都要買什麼度數 所以我就先買100度然後戴兩隻眼睛 你們知道我戴完兩隻都100度超雲 應該我看不清楚 因為視差太嚴重了 好恐怖 意大利麵 猜錯了 我又去換了一副銀眼 因為視差太嚴重 現在吃什麼 有人吃水餃耶 炸雞 當然要對 終於要去高雄了 10月26號 有在高雄星光三月的偶像學人的活動 大家記得要來喔 昆昆妳好 有人剛剛猜對我的晚餐了耶 沒錯 晚餐吃水餃 沒錯 晚餐吃水餃 先演唱會見 演唱會見 我今天晚餐吃水餃 台東台北會去 謝謝妳 JIM 謝謝JIM 還不知道幾點開始 之後應該更詳細的 詳情會公佈在廣東Facebook 好想當這隻娃娃嗎 這是我第一次去高雄 工作對不對 對 是我第一次去高雄 期待了 好久沒去高雄了 好像可能還不可以出去 對 我是抱好大一隻卡比 我好久沒去高雄了 要 台北常會去 想被平函擁抱嗎 來抱一個 這首歌 聽起來好有 還有這個 就是很有氣勢耶 不知道妳有沒有機會吃丹丹 丹丹漢堡嗎 丹丹漢堡 粉紅好適合妳 十六號 十六號平衡 初次見面 期待趕緊見面 好瑪莉妳好 我是IKB48 親親皮的平衡 妳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謝謝妳 是我的Instagram 生命丹丹丹 也不會吃丹丹 唉唷 代替平衡吃 謝謝阿華送我love 之後我直播再跟大家聊聊 高雄有沒有推薦什麼美食跟哪裡要去 好了 雖然我們應該也不會待太久 但是想要吃當地的美食 可以叫經紀人姐姐 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去 推薦雞肉羹 小翼妳好 馬上好小翼 丹丹九號餐 期待唷 丹丹的奶茶也很棒 真的嗎 我要先筆記起來 時間那麼急 高雄活動會躺在高鐵站 真的啊 這麼近 每個月都見到平衡嗎 以為11月要斷 就是讓妳們每個月都來見我們 我要當奶茶 我也沒有吃過丹丹 希望這次去高雄可以吃 台中台飛場可以看平衡嗎 謝謝妳 好多人推薦 丹丹這麼好吃啊 好多人推薦 西路左鷹那邊 他首歌好好聽喔 今天去好吃路馬了 平衡喜歡的美露 那妳有沒有擁抱美露的那個鬼 聰明丹丹吃丹丹 南部的丹丹就是麥當勞的存在 這麼厲害 嗨 我還真沒吃過呢 聰聰人好像不樂 單單講價 所以覺得CC只想講 美露小飯快快吃完了嗎 我還沒吃完耶 因為我買的那一包是100顆的 我還沒吃完 做台南完全把丹丹當麥當好吃 好想吃喔 我要去吃 然後跟丹丹拍照 然後我要tag聰明丹丹吃丹丹 高雄好像可以看到平衡 高雄見了 很好 推麵線嗎 蛤 感覺很多好吃的 我會不會一天吃不完 但希望不要買到壽巢 你可以問那個賣家 請問你們的那個有壽巢嗎 對我抱著卡比 哈囉 你好我是卡比 有我有喝過茶摩 欸我上次是去哪裡啊 台中 欸嘉義 之前不是有去嘉義高公表演嗎 校園場表演 不是有去嘉義嗎 我們就有喝茶摩 好好喝 我們喝什麼柚子 柚子什麼 欸不是梅子 青梅青嗎 青梅青喔 是叫青梅青嗎 我記得茶摩 好喝喔 我們喝青梅青 蠻好喝的喔 謝謝志偉哥送我真情告白 茶摩是茶摩的手嗎 好像是耶 是同一間店嗎 我不知道 好想看什麼 我大概有過過 山楂烏龍 好啊 北部好像沒有茶摩耶 還是以前有 現在沒有耶 我記得我們家以前這邊有耶 但是後來不知道 青梅青 對 青梅青 到時候去高雄找品牌嗎 期待跟你見面 小時候喝茶摩長大 對我也記得我小時候有看過茶摩 在基隆 可以樂出想吃了 然後他們幫你吃 你們要去幫我採點是不是 你們要去幫我採點是不是 高雄阿粉 讓品牌知道是我喝的 你可以直接說 你好我是Tony 以前那壺有加官喔 喝到以為肉汁 新竹有 不喝奶茶我好喜歡喔 我喜歡不喝奶茶耶 好喝嗎 好喝喔 你這個我們現在這五個都是在 手搖引進去這邊 衝進來 去愛河好了 我想想要哪裡可以去啊 愛河 然後夢時代是嗎 我記得我以前有出過夢時代搭摩天爐 在那之後一邊都說我願意 正能力才見 好壓到 單單天也都偏甜 奇經我也去過喔 高雄伯偶也去過 喔85大樓我也去過 好有喔 長河北部好像有 只是比較少 高雄還有西子灣 85大樓在高雄阿 我是不是在說廢話 背景音樂 對背景音樂是苦茶 是棒棒堂FIT 海獸惠妹妹 Google拿出來收 我上一次去高雄是什麼時候啊 跟爸媽去的嗎 好像是去找我阿姨吧 應該是 高雄熱不熱啊這種 現在這個時節 高雄現在熱嗎 還是微涼的秋天 還是是熱的啊 我要折定我的服裝 看一次你有經過高雄 平凳的時候有經過高雄 是熱的是不是 因為他很熱 穿短袖不用戴外套吧 平安出現就變了 高雄水路人用穿 一定熱 早上超熱 好的好的 謝謝你們 這樣開始穿短袖 今天我覺得這是什麼 阿妹奧娜 你不必問 你也不必等 這一刻 就值得 愛好 謝謝金髮浪 清清脂脂 挺難講笑話 這輪子好 在國外 透光閃 好的 卡比 這輪子好 OK吧 我誰 我韓娜娜 你好 你是 那個 蛇丸的說話嗎 OK吧 我誰 今天很軟 你說氛圍嗎 平安今天的氛圍很軟 平安靠卡比 超級可愛 我覺得我這次的歌 在裡面滿多經典歌曲 大家今天過得還好嗎 星期日 下禮拜上三天就放四天 對不對 耶 你在我身邊 在我耳邊 說要到 我來賽的曲就是 凡事求一個圓 超好笑 凡事求一個圓 背後動機的戴外套 好喔 展索門房 辛苦了小白 謝謝春品 妮可追蹤主播 妮可你好 我是AQG4K 聽TPOP哈 你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謝謝你 Follow起來 對 衣服也是粉紅色的 雨掉水太小 你也會被你一起冒陷 我們一起想像 我們一起想像 不過會是什麼樣的明天 一陣入吧 你好 CP值滿高 國慶那家討論好了 但我們下禮拜上將應該會要練習吧 因為看到小巨蛋的表演了 所以應該會練習 我只想要 bel一個 ambu的感覺 不愧是 普遍 今天好粉紅喔 真的 謝謝小白色飽 謙謙你 我想說今天的歌單是 排糖的便宜歌單 所以就穿粉紅色一點 謝謝金釉的韓式花束 可以看到很多新面孔 這什麼 謝謝雲宗上了帶你去冰島 好美喔 是我沒有看到極光耶 謝謝你雲宗 謝謝雲宗 謝謝小白的JuJu 嚇死我了 我是極光耶 好想真的去冰島看極光 我之前有看那個滴妹他們去冰島的那個vlog 覺得一定要去一次冰島 謝謝阿華送了冰島 帶你去冰島 謝謝阿華 我覺得我有空 不是有空 是有機會一定要去一下冰島 資料要新增品寒 又一個要推的囉 記得追封頂推品寒 由羅特 你好 我想說今天的夠單是 人家就在公宿 접班 加油 小羽你好 勇者是我 謝謝大家 關一下 謝謝北極星的 貴族沒關 然後今天歌單比較騙了 歌單比較浪漫 所以我就用那個穿粉紅一點 謝謝夜追蹤主播 你好我是AKB4K 大家好我是AKB4K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謝謝你們 我的Instagram的配色很用心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喜歡看療癒照片的話 記得叫做我的Instagram 分享我的搜索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的藍色音樂棒 我跟你們說這次 推薦給我的歌單都蠻好 蠻好聽的就是很多我沒有聽過的歌 但是都是好聽的 難得所以我才選那麼多訂 對今天歌單很粉紅 因為電耳歌單 然後大家都唱歌 比較浪漫一點的歌 這首歌是那個 他上面寫什麼 全家便利商店的廣告歌嗎 可是我從來沒有聽過耶 是Dreamgirls唱的 好聽 謝謝阿倫唱的藍色音樂棒 好像成人裡唯一會把療癒就是個POL 真的嗎 可是我有時候會不小心忘記 我就會連世PO四天這樣 不小心忘記把療就會連世PO四天 不好意思 可以記得 謝謝TTP放場的清新儲值 這首歌很好聽耶 你看 台灣女產唱的嗎 不能一次機太多發 有啦我最近有比較記得 也用過阿新的可能知道 我這次歌單爆滿耶 超多好聽歌 這首是你高中的歌 真的假的 難怪我沒聽過 太久以前了是不是 我本來沒有在全家廣告聽過這首歌 昨天是金鐘獎第54屆 大家有在關注金鐘獎嗎 我自從就是加入變成成為偶像後嗎 就是比較也算是 圈內的人啊 演藝場的 所以就會關注一下金鐘金馬獎 兩個推都是很懶的玫瑰們 我有看 這首真的好久一層 金鐘獎 我就稍微關注了一下 PINKUHA可愛 ARIGATO NI 不能看平安直播好喔 就稍微關注一下五十世界金鐘 欸我覺得最感動的是小燕姐 對我正要講小燕姐那一段 我覺得她真的是 對演藝車很多 後背貢獻很大的 而且我有聽到他們感言 就覺得好感喔 每一個上台都在謝謝 謝謝身邊的人 就覺得他們真的是努力一年 或是甚至更久才有辦法拿下這個獎 受到肯定這樣 真的很感動 雖然還不知道以後有沒有機會金鐘 因為金鐘是比較節目嘛 然後演戲嗎 就是戲劇跟電視的嘛 我現在目前還比較沒有跨到這個領域嗎 所以希望之後未來可能有機會可以到這個領域 也可以朝這個方向邁進這樣 這算是一個大綜合 努力空天還有一光年 我覺得很感人的是小燕姐那段 就是她得了那個終生 終生成就獎 我看新聞也都在介紹她 就是她 小燕姐好 聽到歌嗎 她進入演藝圈66年耶 不覺得很厲害嗎 她5歲就加入演藝圈 然後到現在71歲 她進入66年耶 超級厲害 而且她訪問過好多厲害的人 什麼 劉德華啊 各種 厲害的人 上面紅紅的喔 頭紅是不是沾到 超級厲害 我還沒有見過小燕姐本人 多吉日佛見景 光線不是問題 我真的還沒有見過她本人 還沒有上過她的節目 好想親眼見見小燕姐喔 好想親眼見見小燕姐喔 她很是 對後輩幫助很大的前輩們 感覺她人很好 就是會鼓勵後輩 然後幫後輩加油的那種 看到她會有種安靜安心的感覺 謝謝人中送我心心相應 阿智有見過她喔 真的喔 記得記得大大大起來 我就聽到她 我剛剛看新聞的時候 看到她在介紹 金鐘的那個小燕姐那一刻 我就看到她說了一句話說 她五歲第一次進攝影棚的時候 然後聽到那個掌聲跟歡呼聲 她就覺得她真的好喜歡好喜歡 那個感覺 所以就好熱愛那個感覺 所以一直留在眼睛 傳到現在 熱眼太感人了吧 好啦 我也是 就是 每次站在台上聽到那個 掌聲 跟大家歡呼什麼都會很 就真的好喜歡好喜歡 雖然有時候真的蠻累 然後也很迷惘嘛 但是 只要一站上舞台 又會覺得真的好喜歡的感覺 對的 嗯 我就是要搭擾上 小燕姐的土地高高也很 真的喔 小時候看超級星期千堂 我小時候有看過那個 你知道什麼 百萬小學堂嗎 你們有看過百萬小學堂嗎 我以前很喜歡看耶 我還會跟著一起答題 他人生就算低褲帶 觀眾也還是能讚放效 沒錯 很厲害 很厲害 對 我以前超喜歡小西瓜的耶 你們知道小西瓜嗎 我以前 他是我的偶像 小西瓜他以前是我的偶像 他超聰明的 以前 以前看節目的時候他很聰明 然後我就超喜歡他 我也知道小西瓜 我以前還喜歡小西瓜 他以前戴那個眼睛 然後短頭髮 我覺得他超可愛的 花九小時 真的 300張CC10也很迷惘 謝謝小白 你們也知道小西瓜 我們同年代耶 幫威力QQ 有啦 對 這我的年代啊 我差不多小 小學的時候吧 會看百萬小學堂 我只記得小西瓜耶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西瓜 最近安爬送我講生鼓勵 朋友說我去百萬千迷惠 超尷尬 我以前還會學他們這樣 學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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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題目 忘光了啦 太久以前了 忘光光 小學 看百萬小學堂剛剛好 題目都是佛小學 可是我以前都覺得他們 題目好難耶 我都覺得他們 那個那些小孩很厲害 你的小學是百萬 我的小學是超級新奇店 超級新奇店我沒有看過 難想像平衡在電視前 幹嘛 雷渣畢女 你好 在這裡 他你學霸的差別 對那些題目其實不見得簡單耶 滿難的 我也有看過綜藝大哥的 是瓜哥主持的那個對不對 那你們有看過之前瓜哥主持的一個保齡球的節目嗎 BJGO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喔 你們有看過 也是很久以前的 我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吧 一個保齡球的節目 亡 querЫ 超級新奇店 看整換能力 ピJGO 張推蛋 超級同學會就跟超級星期間很像 喔~~ 台灣好多喔 我出生什麼台灣 台灣大哥大是哪一個啊 張飛嗎 飛哥 喔 台灣大哥大飛哥 那我應該有看過吧 也是小學的時候吧 是之前有在做魔術表演的那個嗎 喔 綜藝大哥大 劉謙的那個嗎 我不知道啊 它就很強喔 這首歌可以打刻 我真的 我覺得這首歌聽起來很像在那種 就是秋葉原路上會聽到的那種 很偶像的歌 就是那種深幽偶像會唱的歌 好可愛喔 飛哥 我好像也沒有見過飛哥本人 我剛剛說有台灣大Q大嗎 不好意思喔 我剛剛說台灣大哥大是不是 綜藝大哥大 我剛剛說台灣大哥大嗎 可惡可惡 謝謝啊哈眼睛夜大上 蛤 我剛剛說台灣大哥大嗎 蛤 不要嚇我啦 不小心可惡了吧 這首歌是俄作之之王嗎 對 這首是俄作之之王 欸我完全沒發現欸你們居然抓我有病 謝謝卡木的藍色藝人吧 我是亞太沒有啦 我完全沒有發現自己唸錯欸 台灣小哥大 中華電信 亞太電信 台灣之星 只有遠傳沒有距離 沒關係我是台灣的 我才不跟你講我是什麼電信了 九段是日本的電信 我不行了 竟然沒中華朋友 只有遠傳沒有訊號 你剛剛想賣料了 台灣大哥大 喂你好 喂你好 請問你在嗎 卡比方我在我在 請問你是卡比嗎 我是我是 神王神王神王 耶 太好笑喔 多了一個笑話 哈囉黑哥你好 遠傳與你臨距離 咦 謝謝豪華的眼睛也當夢 謝謝黑哥分享的直播間 笑死了 卡比也會接電話 可是他手太短了 他有辦法接電話嗎 這是練舞欸 可以 可以大鼠 大家還有印象嗎 好就以前了 大概兩年前了吧 兩三年前 應該是兩年前 我有跳那個影片還記得嗎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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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原裝聖謀 丟丟你喔 那這部戲也是蠻久以前了耶 我的女神 Gaki 新人節音 我的女神 我每次看到他都覺得天哪也太美了吧 仙女下班 完全忘記了 完全忘記了 這段歷史快打鼻彈倒到 完全忘了 謝謝Poco 就要說Poco是好辣 謝謝UFO的TWIST多多 什麼 是嗎忘記了 哈哈 小腦袋 不要 不要回過影片啦 蠻丟臉了吧 不要回過影片 今天是品函第99次直播 我直播這麼多次了喔 真的假的喔 那我們100次要來慶祝一下嗎 今天是99次喔 那下一次是100 我們來慶祝一下 我直播99次喔 我直播99次喔 回覆阿 這個 100次要幹嘛 還沒想到耶 這次反正我生意就是怪 下來了回覆了 100次 這次安華的清清楚楚 下一次直播100次 大家要來陪我喔 有沒有人跟播99次 應該是有吧 我記得這塊很快 100次做100秒的時候 什麼事情 可以啊 做100秒的 謝謝阿倫的掌聲鼓勵 謝謝阿元 心情惡狀 100次喔 100次跳練舞 100秒大挑戰嗎 小白跟不上100次 那你跟到第99次也是蠻棒的啦 提前慶祝 提前慶祝 品安的樂樂介紹 我的介紹是寫什麼還挺棒喔 講100個笑話 會不會太逼人 你們是不是太逼人了 講100個笑話 100秒不眨眼嗎 我挑戰一下好不好 100個龍眼 是來得及看 100個Wink 喔 100個Wink可以耶 好 我決定一下 我下次要抽籤的 我在籤上選 100個Wink 100個Wink 剛剛還說了什麼 100個Wink 100秒不眨眼嗎 謝謝彩虹帽 送我新巨怪 這手持得平安好清脆 這超久以前 不要回顧不要回顧 眼睛是超金 會超金吧 很愛100拍 我就從1比到100這樣 1 2 3 4 5 6 7 8 有 有 100連拍嗎 我想一下可以做什麼 我這樣作弊嗎 對了我上次不是說要跟大家分享APP嗎 大家有興趣看我的show to APP嗎 還有拍照APP 我這次有拍照給你們看喔 我用哪幾個APP 100個可愛牌 100 100就這樣啊 我就是兩手一直動這樣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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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次啊 彩虹花送我新巨怪 牌子喔 我們那時候16歲啊 那是3年前了耶 喔 好 好年輕喔 嗯 我長大了 198 什麼可愛 100 100 好啦跟你們介紹我的拍照程式 收圖程式 我們要來看老百姓三的願い 這首歌送給大家 我要對大家說的話 慢慢離開 我有拍照給你們看 3年前還不認識我 沒關係我們現在認識了 3年前應該很多人不認識我吧 現在在這邊看了大家 哈囉 你們好 平安已經加入48Group D 今年是第4年 已經4年了 前面沒跟到沒關係 之後繼續陪平安 好嗎 我是15歲的時候自己來了 好小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 3年前還沒跟到平安嗎 會反光我的那個 拍照嗎 我平常自拍的話 會用這個 然後熊熊的可愛特效啊 什麼的 但是我有時候不是會拍 那個熊熊特效的照片嗎 我特效的話我自拍其實大部分 都是用這個Snow 然後我動動的話也會用Snow拍 因為我喜歡 它的那個濾鏡嗎 我喜歡它裡面有個濾鏡是 YU YU2嗎 好像是YU2 可能連品函 但是半年都不到 直到一年前被品函收服了 抓 啊用那個 Freatable不是總會有個動作嗎 啊 啊啊啊啊啊 好多拍到Apple 好多拍到Apple 我燈沒有壞掉嗎 應該是感應 我等一下調一下 這是我平常自拍會用的 然後 Snap-Sea很好用 這是我修圖必用 這個Snap-Sea 看到嗎 Snap-Sea是我必用的 這個 然後 嗯 這個Like-A-Round的話 是我拼圖的話 拼圖的話 我就會用 或是用一些貼圖 因為它那個Like-A-Round裡面 可以買貼圖的貼紙 有一些蠻可愛的 嗯 然後Foodie的話 是有時候調色調會用Foodie 但是我不會用Foodie自拍 我是拍食物東西啊 或者是調色調會用Foodie 然後跟你們說 這個很好用 這個 什麼UNUM 這個 這個超級好用 我IG排版都是用它 看清楚了嗎 大家 如果有在用IG排 要排版的就是用這個 UMUM 我排版都用它 還有Snap-Eye 美圖秀秀的話 我是哪來用 就是我最近不是 有一些照片 後面會加一些可愛的背景嗎 我就會用那個圖 就是用它的馬賽克筆去圖可愛的背景 顏色 然後小影的話 是我之前剪影片會用 這個我平常不太用 就是有時候修一些光 暈 就是 照片有時候 是不是比較偏 室外 戶外感 的照片 或是 在窗戶附近拍啦 那種 我想要加一些有陽光的感覺嗎 光暈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 它裡面有很多 很像 呃光暈的效果 就是很像陽光照下來的效果 可以用 這怎麼讓我在用 我超級多APP了 我覺得我下次可以在直播現場修一張照片給你們看嗎 就可以知道前後差多少了 然後這個樂畫的話 我是 它是 那個我修圖也蠻常用的 就是可以加一些可愛的貼紙啊 或是 可愛的塗鴉筆還有文字 它裡面的貼圖都很可愛 超級日本 這個樂畫也很好用 我覺得它裡面的貼紙都很可愛 然後還有什麼 嗯 Picni的話是修天空的 Picni是修天空 然後 VSCO的話也是修色調 它可以調那個白平衡 我覺得蠻好的 我都會拿它來調白平衡 因為它可以 它有四種顏色可以選 就是綠的 它有 偏黃偏藍 偏綠跟偏粉 我覺得這白平衡對一個照片來說蠻重要的 平衡的 多還是01的多 我不知道欸 誰看誰收圖比較久都知道 我覺得白平衡對照片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VSCO也蠻常用的 我覺得它修白平衡很好用 它就是 四種顏色都可以選 可以調冷色 也可以調比較暖色 謝謝VSCO分享直播今天 我都說很久啊 沒有不一定 要看照片本身的光 光跟亮度怎麼樣 比較暗就要說比較久 因為要調那個光 那如果平遲 本身拍照的光蠻好 就不太用調太多 真的 白平衡重要 我還有下一頁 我還有 然後 還有哪一個比較常用 這兩個是比較 就是前陣子不是蠻流行 那個 對啊 我的照片都超級久了 我都會至少靠三四個APP來用 就像用三四個APP來說 前陣子不是很流行底片相機嗎 這兩個是可以模仿底片相機的那種 就是 底片相機感覺的 拍起來 對 然後 Facetune的話 是拿來修霧的 就是背景 如果有雜七雜霸的東西 或是有人的話 我就會用它來修霧 嗯 它可以加日期 就是底片相機這兩個 就是會有日期在上面那種 你們懂嗎 底片相機 復古的那種 全部 對全部都是修圖的 我每次都會開三四個APP 小朋友 先把把平衡調好 大概是這幾個比較長 喔 還要跟你們介紹一個很可愛的喔 這個 有一個眼睛 很像小小明眼這個 它是魚眼相機 你們還記得我之前IG 發過魚眼相機的照片嗎 就是它圓圓的那個 很可愛 這個我偶爾也會用 魚眼相機 很可愛 這個 比較長用的大概是這些 我必用的應該是snapseed 我幫大家整理一下好了 重複一下 必用的話應該是 我覺得snapseed 大家一定要下載 很好用 而且它可以把旁邊不要的東西修掉 比如說像這種牆壁啊 我覺得牆壁是最好修 不要有條紋或是線條的話 單純這種純色的牆壁 其實有一些髒髒的 或是有時鐘掛在上面 你可以 用snapseed 把那個時鐘整個修掉喔 或是這種純色的牆壁 厲害吧 而且它也可以拿來補瀏海空洞 所以我覺得snapseed一定要下載 幫它重複一下好了 snapseed 然後我覺得Foodie的色調也可以 啊如果要自拍的話 我覺得snow不錯 還有bsco橋色調也不錯 然後如果女生 可愛的女生想要 有一些可愛的貼圖貼紙 或是文字在照片上的話 可以下載那個樂畫 樂畫的貼紙都超級可愛了 嗯 大概是這些 這幾個我覺得必備 對還可以補瀏海 沒錯每個 每個APP都有專門的領域啊 我都會開 我會先用snapseed 修整體先調亮 跟飽和度 然後 再來套濾鏡 喔少介紹一個 黃油相機啦 我濾鏡最常用的其實是 黃油相機裡面的濃郁跟青春 因為我比較喜歡那種 比較 飽和度比較高嗎 算是 還是對比比較高 就是 不太喜歡泰國 我喜歡有點復古感 比較偏黃一點的色 叫復古感的照片 所以我蠻常套 套用黃油相機裡面的濃郁跟青春 這兩個色調 然後我建議大家如何調照片 顏色那個濾鏡不要調太重 差不多會調 18到20左右就好 頂多到25 就好了 不然會太重 黃油相機上面的愛心 哪裡啊 就是樂話啊 你說這個嗎 這個是樂話 就是我說可愛貼子的那個 然後我有時候不是會在照片上 加上那個嗎 一些文字 我也是用黃油相機 18到25對 我覺得樂鏡18到25最剛好 我自己的IG的排版跟整體風格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看你們排版的整體風格 如果全部都是一樣的色調的話就OK 不一定就是要照我的數字或什麼條法去做 我覺得整體字看起來是整體的其實就可以 HELLO ICE 品衡這些都哪裡學 其實我是自己慢慢研究 因為我從開始經營IG開始 幾年前 兩年前嗎 一年前 那時候搞TPE時期嘛 就是剛有關帳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還不太會用IG 就是一直去看別人的IG 就是Instagram的IG 國外的日本人都有 然後看一看之後自己練習 而且粉絲也蠻喜歡拍照跟修照片 就漸漸有興趣 就會去研究這些東西 照片有些兔子那個是什麼 照片有些兔子什麼東西啊 對會用黃油相機 我個人是濾鏡不會調太多啦 腰捧好 HELLO ICE 品衡照片加字很好看 之前MiniCar跟台灣亂照片 謝謝你 其實我每次那個字體的 那個字體要選什麼啊 字體的顏色 還有字體的陰影程度 還有字體的模糊度 還有字體的寬度 字體要放在照片哪一個角落 我都想超久欸 我覺得要看整個照片的感覺 去分配它所有東西 所以我每一個字 就可以修半個小時 品牌照片都蠻亮眼的 謝謝我最喜歡聽到這個 這句話了 因為我真的花很多時間在拍照修圖 所以我每次聽到有人撐到 Instagram的照片很好看 我就打從內心的覺得 嗯!值得了 平衡美感浴室 所以我每次看照片都蠻好看的 我覺得字體也是個學問 真的就是要 看 我覺得是平常的一些 看感覺吧 期待有一天出租 蠻有興趣的啦 所以之後可以幫 幫台灣人們拍照之類的嗎 可以朝這個方向前進 攝影師方向 其實我覺得我蠻喜歡玩Instagram的 雖然有時候要想要發什麼文 真的是 或是沒有照片可以發是有點 有點困惑困擾 沒錯 但是其實我蠻喜歡 HELP在台 我蠻喜歡玩Instagram的 不只單張相片 整個IG配置都很講究 其實你們 我真的很喜歡拍照 能用照片調人竟然那種 因為我想說 會用Instagram人 Instagram主要的 它的大概念 其實是以照片為重 所以我覺得發Instagram照片很重要 所以我就很努力研究那個照片要怎麼發 因為不論是有人 如果看了你版面很好看 就會追蹤 因為我就是那一種 我看到點進去別人版面 很好看 我就會想要追蹤 所以我就想把我的版面 用得好看一些 還行吧大家 喜歡拍照的歌 不好意思 一下聊太久 說到這個就聊太久 怎麼辦我的歌 當然有時間講 我都是看可愛的 可以 轉眼今天到10點 對今天到10點 現在是阿華的掌聲鼓勵 阿潘額頭7公分 什麼下巴4公分 你沒有他看我的版面嗎 那你等一下下播記得 一定要點進去我的Instagram 看一下我的版面 我有時候會三張三張一起排版喔 我是有在設計的喔 有時候三張連在一起 是同一個系列喔 比如說 草 草系列 天空系列 我是有在排版的喔 謝謝楊德送我 骰骰子 對喔 聊到這個特別high 就是我的 我喜歡的領日 我真的蠻有興趣的耶 看得出來吧 真的很愛 聊到卡比哥在那邊 抱歉抱歉 今天髮型是炸蝦尾巴 被你一說 被你一說 真的有點像炸蝦耶 怎麼辦 愛死 我什麼可愛的東西 都被你講得好像很好吃 炸蝦尾巴 大家想吃嗎 我前幾天不是發我跟阿琪吃烏龍麵嗎 他那天就吃了炸蝦 要像炸蝦嗎 下下楊家 有沒有考慮把麵 但後來太麻煩不想研究 感覺修圖教學很適合拍Youtube 我以後修圖 你們有想要學嗎 我可以試著錄影看看 每次照片都很有國外雜誌的感覺 謝謝你阿基拉 我從內心來感動開心 謝謝你們的肯定 我會繼續拍或修更的好照片出來 謝謝小白送的烹飪 謝謝小白 好可愛 跟新頻道是高為 都追蹤了 排版很少注意嗎 那大家一定要點進去我的排版看一下好嗎 推之後的專業式盤叫什麼 真的像 我咬了 給你炸蝦子 謝謝佳陽聖的看好你喔 可以考慮入手好攜帶的類單 我有在考慮就是那種小小台的那種類單 修圖單單 我都看了請常人怎麼修圖照片很好看 我之後可以試著錄影看看好了 如果我有記得的話 我下次修照片的時候 可是你們會不會發現差很多阿 就是圓圖沒那麼好看 修會修很厲害 我每次都這樣阿 我每次都這樣阿 大家會嚇死吧 怎麼辦阿 不能阿 我都看都是修出來的阿 不是這種阿 就是那個本身構圖也要好看 期待平安的示範 可是會掐很多阿 就是那種風景照真的會掐蠻多的阿 沒有 開動物後來吧 11月初又來台中 沒錯 11月初要去台中 那如果發問怎麼修瀏海 好阿 我下次我可以用修瀏海給你們看好不好 就是那種瀏海大開花 我可以修瀏海給你們看 可是我覺得修瀏海有一點點難度 因為它也是用那種修復 就是它會感應旁邊的東西去填補那個縫隙 所以它其實有時候如果沒修好會有點不自然 所以我覺得修瀏海是蠻需要練習 拍風景照也可以修修看 我覺得風景照主要是飽和度要出來嗎? 我會調到飽和度比較重要 亮度飽和度 我覺得亮度很重要 亮度飽和度 然後我會加一點氛圍跟陰影 就會有那種黃 其實我比較喜歡黃色調嗎? 我比較不是只有冷色調 我比較喜歡偏黃一點點的 所以我會加一些陰影霧霧的 你去壞的那磚嗎? 才不認得 收頭歌比工作人員還長 會嗎?會嗎? 會嗎? 暖色調 比較有溫暖 對 我喜歡暖色調的照片 快樂 只是想陪你去飯 看你笑笑 那我們來聊一下歌單 我覺得我歌單來不及了 我聊一個太久 Apple聊一個太久 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去下載我推薦的App看看 好可愛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常用到收圖 謝謝阿華的LOVE 怎麼收服皮卡抽 我覺得膚色其實也可以用亮度跟飽和度對比度去收喔 我下次再教你們 可是我覺得其他人好想分享喔 其實膚色如果太黃的話可以調一點點亮度 然後對比調低一點 飽和調低一點 它就會變白了 然後如果太白的話 你就是調那個 對比高一點點 飽和高一點點 它就會變比較黃 變比較橘 好言成真 影片製作 光線很好的話基本上都拍完直出 可以買你一個鐘頭嗎 現在剛好在唱這首歌 裡面有的歌詞是 可不可以買你的不快樂 好吧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的歌單 可以買你的不快樂嗎 謝謝KAMUI的海鷗 收服上鼓手 好喔之後再教你們 我分享影片好了 影像處理的課 不快樂很貴喔 第一首是什麼歌 看一下 剛剛第一首是 One Thing One Direction的歌 是我小 我之前說過 國中很喜歡的團 前兩首他們的歌 One Thing跟Steal My Girl 我的歌就滿貴喔 把你的不快樂 把你的不快樂 我以前才...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是滿喜歡聽他們的歌耶 不知道 最好吸引我 他們很中我的曲風吧 他們的曲風很中我的彩 One Direction的歌 前兩首 大家應該也都聽過吧 還沒有熟的歌 好想...我是不是應該要跟你們分享現在在播的歌啊 還是不用 我就一首一首這樣講開來 然後第三首呢 啊要沒電 衝一下點 第三首就是我們以前直播的時候大家常聽到我唱的黑光眼鏡 喜歡嗎?有沒有懷念 有懷念吧 其實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也滿想到當時的 而且曾沛茨昨天 曾沛茨昨天有得獎耶 得最佳女配獎嗎? 恭喜 恭喜得獎 替她開心 對她得最佳女配獎 這首歌好可愛喔 下一首是 冷冷的聖誕節 是四葉草的歌 這首很適合彈烏克莉莉耶 我之前有曾經想學這首 彈烏克莉莉 今年聖誕節再唱給你們聽 大家記得提醒我 然後 再下一首是 Ur 是太炎的歌 國民女神嗎? 我覺得她這首歌很有 怎麼說 很有氣勢感的嗎? 大將之風的感覺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很磅礡的一首歌 就是那個唱功 還有她的曲風 不覺得很厲害嗎? 就是會被她震撼到的一首歌耶 太炎的歌 不愧是國際巨星 我剛才說過我 就是不是會很閒的時候 通勤的時候 然後我都會滑IG聽歌單之類的 然後我常常喜歡在通勤的時候滑IG IG不是會有那個熱門的照片的一區嗎? 就是在 她上面不是分很多主葉 然後熱門可以搜尋在那邊 然後熱門那邊不就會出現在她 熱門的照片啊 就是點閱率 瀏覽率比較高的照片 我就會常常去看那個 然後她就會出現很多 韓星的那種粉絲的帳號 追蹤帳號 就會有泛拍的照片 就是一些韓星泛拍的照片 我就說 天啊也太美了吧 就是我很喜歡看她們那種照片 我就說 天啊這也太 長得太精緻了吧 就很像仙女下凡 而且我每次都會看超久 看到我下車 我這樣一蹬一蹬點進去看 就是看 小櫻花啊 Iz1啊 TWICE啊 然後 GFRIEND啊 各種 這誰的天啊 太美了吧 我真的是每次都被她們的那個 世紀美顏給驚訝 震驚到 就是長得很精緻啊 還有 還有一些日本的模特兒 也會出現一些日雜的模特兒啊 怎麼 天啊 太像娃娃了吧 也會出現一些日常model 然後還會去放大看她們的眼妝幹嘛 跟你們分享一下平函的日常 下一首 下一首歌是什麼 戲嗎 一首日文歌 這首很好聽耶 戲 雖然是我這次裡面蠻喜歡的歌 大家可以去回去聽一下 如果忘記的話 會看到 對阿 看她無法轉睛 喔 是蜜喔 喔 是你的名字裡面的那個蜜首線的蜜 是嗎 蜜首挺 就是那個蜜對吧 蜜 喔對阿 它沒有那一撇 所以不是戲 蜜 在下一首是苦茶 棒棒糖跟黑色惠的歌 你們以前有看棒棒糖嗎 我小時候 我小學的年代 也是棒棒糖跟黑色惠妹妹的年代喔 這歌單好適合週末 是吧 我喜歡這次的歌單 為什麼螢幕變得滑 是因為這個關係嗎 看一點 我以前黑色惠最喜歡的是那個 糖果 它以前叫糖果 它現在好像叫絲雅吧 我以前超喜歡糖果 之後它跳舞好厲害 而且又長得好可愛喔 上一首 不是那個絲雅 不是我們家隊長絲雅 是那個絲 那個雅 對它也姓陳 陳絲 沒有捲熟絲雅 我們隊長是陳絲雅 那個絲雅是陳絲雅 陳絲雅非陳絲雅 OK 很難唸耶 那個陳絲雅不是那個陳絲雅 喜歡小書 下一首是一體冒險 是林語涵的歌 這首歌 這首歌是我之前 你們看之前的學生天團封音樂嗎 這是我跟語晴去代班主持的那一集 你們有看嗎 那一集的來賓就是林語涵喔 他人超好 而且他年紀好小 好像跟我們差不多大 還是比我小一點 然後我們那次去代班主持 就有拿到他給的CD 是喔 人生第一次體驗到當主持人的感覺 因為就是人生第一次收到別人的簽名CD 上面還有署名土平函這樣子 請多多指教 而且 哇是喔 就是第一次有當主持人的感覺 就蠻開心 而且他人蠻好的 很自然的一個女生 而且他唱歌超級好聽耶 你們是因為知道我們之前有見過面所以推薦這首歌給我嗎 CD還在啊 我都留著了 下一首就是剛剛有介紹過的 因為有你在 Jingle的歌 就不介紹了 只算一個千萬三位 下一首是持續二贏 AKB48的最新單曲 對吧 我覺得他們這次的封面的那個 是走一個比較自然封的路線嗎 他們的妝 我覺得他們的妝幾乎接近素顏吧 有沒有看到他的那個封面嗎 我覺得他們新單曲的那個封面的妝接近素顏吧 超級自然的那種 但是他旁邊的畫畫的那個畫風蠻可愛的 我覺得歌是好聽的啦 我覺得歌是好聽的啦 歌蠻好聽的 持續愛你 歌我覺得蠻好聽的 還沒有看過封面嗎 謝謝魚丸的LOVE 怎麼辦我覺得歌單講不完 我不要挑幾首 好那會講快一點 剛剛講了哪幾首啊 隨時更新我的愛 就是說很像在秋月園聽的那種 因為這次說要回歸初心 我覺得抱著卡比好樂喔 我決定把它放旁邊 不好意思有卡比 太胖了我好樂 剛剛講到隨時更新我的愛 好可愛 是那個惡作劇之文嗎 日本的歌 日文 好聽很可愛 很適合打扣的歌 然後 Koyidas剛剛講過了 Dream Dream也是我 我的愛歌之一 我應該分享過很多字了 不用多講吧 然後在下一首Soda 我之前也有跟他們介紹過 是我最近也蠻喜歡的歌 Soda 阿華說也很喜歡的那首 是我推薦給阿華 然後阿華是不是很喜歡 所以這次又推薦給我 我記得這首是阿華給我的吧 謝謝凡上我聚光燈 聚光燈下打扣 有會這樣拋棄小子嗎 當然不會啊 再來下一首S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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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首Soda 這首我很喜歡 算是這次歌單裡喜歡的 Top3之一 下一首Soda 下一首Soda Soda 下一首Soda Soda 下一首Soda S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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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打了哈欠 我現在看起來有點像剛流眼淚 因為我剛剛打哈欠 不小心打了哈欠 下一首 我連續三首都是中文歌耶 買你 魏如軒的買女 買女 買你 我喜歡他 這首歌裡面的那個 能不能買你的不快樂這句話 請問各位我可以買你的不快樂嗎 大家都把你們的不快樂交給我們吧 好不可以 好不可以買你的不快樂呢 你們每次還看我們表演就是把不快樂交給我們吧 啊我講不完我要加快速度了 我要加快速度了 牛奶麵包剛剛介紹過很可愛的歌 愛上你就像牛奶愛上麵包 我買 我買 下一首 是Because of you 就是剛剛放的那一首 上一首歌 Because of you 也是一首氣勢彷彷的歌曲 因為有你 品涵的生活 什麼精彩 都是因為有大家 Because of you 進度追趕 都沒錯 剛播放完的 下一首是 need you now 就是剛播放完的這首 怎麼樣 喜歡嗎 我上網查了一下 這首歌是 2010年的時候發行的 算是比較早期一點的英文歌嗎 其實我蠻喜歡早期一點的英文歌 他們的旋旅 就是我覺得很耐聽 你們懂嗎 就是很耐聽 現在比較近期的就是會加一些電音啊幹嘛 雖然也是好聽沒錯 但是感覺比較適合年輕人嗎 然後我覺得早期的英文歌比較耐聽 他的旋旅 謝謝牛排送的我來簽到 然後現在在播放的是 Hours 就是元素改變的 不是喜歡的感覺吧 Hours是我喜歡的美國歌手 Telos Wave的歌 這也是他比較早期的歌 對不對 這也是他比較早期的 很好聽 很好聽 喜歡 我也喜歡他早期的歌 泰勒斯巨巨 聖誕節可以啊 那我先繼續下一首 下一首叫做A Thousand Miles 這首算是我下一首也是我這次歌單的Top3之一 下一首也很好聽 拍蛋給你嗎 再下一首是If I Can Have You 我知道這首我之前是不是有給大家推薦過啊 If I Can Have You 因為我覺得好耳熟 還是大家推薦給我過 還是大家推薦給我過 我覺得很耳熟 是比較近代耐聽 比較近代的那一首好聽的歌 跟那個Need You Now不太一樣的好聽 再下一首是甜甜的 下兩首啦 甜甜的跟簡單愛都是周杰倫的歌 這兩首也是比較早期的中文歌 我真的覺得就是那種80嗎 算80嗎 90年代的那種歌很耐聽 在我小學那個時候的歌 那時候的中文歌我也覺得都很好聽 就是那種道香啊 孤單北漫求 然後當你 王欣穎的當你 還有什麼 那時候C大調啊 張少涵那個時期的歌 我覺得是很 很耐聽的 就是經典的歌 然後什麼 蔡依林的道代 人質那種 就是那個年代的歌 我覺得還蠻耐聽的 就是我喜歡的那種 大概八年齡世代的歌都好聽 我覺得現在的歌 的趨勢比較走那種 比較前衛一點嗎 就是有一些歌會聽不懂 我不知道怎麼說 比較高級一點了吧 你會聽不懂 就是比較沒有這麼大眾嗎 比較小眾一點 有自己風格的那種 然後以前的話是比較大眾會喜歡的曲風 就大眾比較能接受的 現在有一些歌比較前衛一點 比較有自己特色 比較注重自己的特色嗎 可以這麼說嗎 就是每個時可以看出每個時代不同的趨勢 我這樣解釋是正確的嗎 我是 不是專業的音樂人啦 我沒有辦法評論什麼 只是我 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現在音樂界的看法 下一首是好喜歡你 沒有告白 好啦算是告白 好喜歡你 露露姐的歌 她出了好幾首歌我都覺得蠻可愛的欸 好喜歡你啊 露露腿啊 我有咪大腿 這首就是我剛剛說我的Top3之一 A Thousand Miles Top3之一 很好聽嗎 她那個前奏一下來我就 立馬點進我的歌單 那個前奏 那前奏我立馬 聽到前奏我就加歌單了 好聽 好聽 以前比較常看欸 現在比較少 比較沒有時間了 露露姐 露露姐就是 那個金鐘獎的造型蠻可愛的 短頭髮 還有一套 這前奏很奏的菜 你們喜歡這種曲風嗎 這種就是我喜歡的曲風 我超喜歡 再來下一首是 寶兒的聖誕快樂 波瓦 我會知道這首歌是因為PRODUCE48 所以他們不是有一次 有一次的舞台就是表演這首歌 然後就天啊這首歌也太好聽了吧 聖誕快樂 寶兒的歌 波瓦 我覺得我知道波瓦的時候 是我在我小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知道他是聽到他的那有一首歌叫 Eat You Up 你們有聽過嗎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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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哲哲哲哲 EAT U OF Biyorum 他是我小學一個很好的朋友的手機鈴聲 然後他就聽到那首歌骇好聽 我就問他是什麼歌 EAT U OF EAT 然後WOUP EAT U OF Biyorum 我不知道你們聽 應該蠻久以前的歌了 小學的那時候 我從那時候知道Biyorum 有沒有平安也算是有在跟潮流的 那時候就知道波娜囉 這首很好聽 感覺聖誕節也開始放這首給你們聽 聖誕快樂 超級好聽 很浪漫的一首歌我覺得 接下來最後一首是 Sparko Sparkuru 是你的名字裡面的歌 這首是 雖然是我跟聖誕差不多同一個等級的喜歡的愛歌 他的旋律超級好聽 只是這首歌有點長 大家可能要花一點時間聽 還有八分多種吧 我記得 但是他歌詞寫得很美 也是很浪漫一首歌 很適合睡前聽 如果睡不著想要睡覺 可以聽這首歌 否則你聽到一半就睡著 好嗎 數年好歌曲推薦給你 這單 這就是本週的歌單 有二十八首歌 如果還沒有聽過的話 記得去聽喔 我覺得我這首歌單選的蠻不錯的 都是好聽的歌 很在我TOP上面的一個歌單 我覺得我這次歌單編輯的蠻好 自己覺得啊 我自己蠻喜歡 謝謝 也要謝謝你們推薦好歌給我喔 謝謝小白的星之冠 謝謝果凍酒 嗨 牛爬掌聲鼓勵 大家記得是聽喔 那我今天要來公佈下週的歌單了 讓大家聽清楚下週歌單喔 很重要 呵呵 最近開始又變熱了嘛 這幾天蠻熱的 而且我回去看了我的歌單 我好像還沒有 之前有雨天歌單對不對 我好像發現我還沒有給大家一個主題 叫做晴天歌單 Sunny day 就是Sunny day 對 感覺應該是會比較青春活潑 心情好的那種歌吧 Sunny day的歌 下週歌單是晴天歌單 而且 下週剛好國慶連假啦 我們希望聽晴天歌單 可以祈求好天氣 大家就可以開心出遊了 怎麼樣 好不好 呵呵 因為我之前有雨天歌單 我好像還沒有出過晴天歌單 小天 小天 晴天歌單 呵呵 大家記得到 iG小盒子推薦給我喔 Sunny day歌單 好嗎 那 今天差不多到這邊了 然後我下一次直播時間 我在看我的小超沒錯 下一次直播時間是 10月6號 欸 欸 幾號 喔 10月8號 下星期二的晚上八點半 下星期二十月八號 八點 呃 十月八號星期二八點半 我剛剛看到我昨天寫的 我想說10月6號不是又是今天嗎 為什麼下次live是今天 是看錯夜了 10月8號下星期二八點半 記得要來唷 那我今天差不多到這邊 我唸一下排名吧 來最後的飯煞時間 我腳麻掉了怎麼辦 何必我的腳麻掉了 今天第10名副瓦哥 第9名凡 第8名揚結 第7 第6 夜市冰村 第5 金釉 第4 吉庫阿 吉庫阿 玉安 第3阿華 第2表中 第1小白 小白原生阿華可以指定的動作 那我再抽一下 下次 下次 我下次是第100次直播 大家一定要來幫我慶祝一下喔 現在抽到5號欸 誰 阿華 小白阿華原裝可以指定 那5號是誰啊 金釉金釉 恭喜你金釉 金釉可以指定的動作 出席小白的婚禮 以TVCENTER 三份支持 如何小白 阿 很開心 今天可以來到小白的婚禮 阿 我先跟她老婆打戰招呼 哈嘍 小白老婆 你好 她 小白還要吃一切 來握手會的時候 換了4套衣服來找我 是個非常有趣的人 相信 你跟她結婚以後 你的人生 你的生活 變得非常精彩 非常有趣 那 在這邊 謝謝小白以前對我的支持 現在 好盡視的支持喔 我會不會講太久阿 被說趕快下台好不好 那種 結婚最討厭長輩講很久 有沒有 我會不會長篇大論 還感動到哭這樣 小白要結婚了 我要穿 我要穿那個太空人裝去幫小白站台 然後小白 恭喜你現在要結婚了 希望你之後可以幸福快樂 就像參加平函的握手會 當年參加平函握手會一樣 好不好 大家我們鼓勵鼓勵聲給她吹下去 好可以嗎 可以 夠了夠了 小白想說平函你夠了 謝謝阿華色的角色鼓勵 可以 欸這有臨時想的耶 我們要準備演講稿 不好意思 小白還行嗎 小白還沒要結婚啦 還沒還沒 謝謝小白的真情告白 結婚請平衡來就好 其他不用 謝謝你們 其他人呢 阿華 僅有 圓中 Kiss嗎 Kiss嗎 可以啊 大家辛苦啦 送你們一個Kiss 希望你們明天上班加油 好 下閃你們今天看我直播喔 跟卡比一起算嗎 Kiss 可以嗎 好害羞喔 啾啾啾 好害羞喔 天啊 自己都害羞強 謝謝希 送我們的關 阿華呢 第一次來長怎樣 哈囉 林柏彥妳好 啾啾啾 吸烏龍麵動作嗎 可以啊 吸烏龍麵 可以嗎 可以嗎 雞肉 我吃的好隨便喔 怎麼送禮啊 這玩意 這是指定動作嗎 什麼意思叫怎麼送禮啊 可以 什麼叫怎麼送禮 阿華想指定什麼呀 謝謝阿姨有的看好你喔 一句對我想說的話加個Wink 謝謝小白一直以來的陪伴 下次是我 謝謝林柏彥送我 送我 這什麼 帶你去流浪 謝謝林柏彥 謝謝你 謝謝柏彥 阿華 謝謝你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 下一次是我 對就是這個 林柏彥 下一次是我第一百次直播喔 你是不是每次都有來阿華 我這個每次都有看到你耶 謝謝你 真的非常感謝你 最愛你們了 謝謝阿華 謝謝你阿華 Wink 辛苦你了 每次都跟我的直播 跟平函一樣幸福耶 我開幾次你就辛苦幾次耶 謝謝你 謝謝阿倫的新直播 好今天差不多到這裡啦 下次直播10月8號 星期二晚上8點半 謝謝阿倫 謝謝叮噹服 謝謝阿華 然後 記得到我的IG小猴子留言 夏天 不是 晴天勾單 Sony Day 那今天差不多到這啦 希望大家明天工作 加油 上三天班就可以放四天了 好像聽起來很划算 殊不知這禮拜已經鼓課 呵呵呵 沒有沒有這種事 掰掰 大家辛苦囉 早點休息吧 晚安 星期日快樂 第二次聽我本週歌單 很適合Sony Night 晚安 看卡比 卡比幹嘛說一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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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嗨你們 再見 掰掰